那自信里面本来居住的薄弱智慧 无量无边啊 这个智慧每个人统统有啊 华严经说的是真话 一切众生借由如来 智慧的相 那根如来 释迦如来 阿弥陀如来 皮诺哲娜如来 跟一切诸佛没有两样 他们是圆满的智慧 我们每个人都有跟佛一样圆满的智慧 那为什么智慧不能献起 佛说了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真的 那我们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右往下 妄想就是齐心动力 那六根对六成境界 自自然而会齐心动力 这什么缘故 这什么缘故 稀奇 那齐心动念就早已 就错了 所以 不齐心不动念 这是什么境界 无名烦恼 没有了 他不齐心不动念 由无名烦恼 决定会齐心动力 六道里头 找一个不齐心不动念 找不到 那么欢迎就开始 虽有跟如来一样的智慧 一样的德能 一样的向好 但是全不起作用 那我们要知道 什么人去作用 极乐世界的人去作用 记住 极乐世界的人 人是什么呢 往生同居住的 极乐世界没有六道 只有两道 人道 天道 所以 他们的凡身同居住 就是两道 二 没有羞辱 没有恶鬼 地狱出生 极乐世界没有 那极乐世界也有鸟 那这些鸟 都会讲经 都会说法 是阿弥陀佛化身 变现 不是真的 所以他没有出生 除此之外 社方 祝福插图里面 六道 大概跟我们差不多 都是迷失了自信 那 佛菩萨在这里的教话 帮助大家 保命 看温 感谢观看